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直播环节 来到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可以打电话来 204-6566 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 ask at bschannel.com 我们请到的嘉宾 又坐在身边的药材证券研究部分析员 谭志乐 阿罗 阿罗 你好 阿罗 你好 好 看看大市方面的情况 见到恒指正在做23940点 跌14点 国企指数升24点 报10622点 大市成交下午回来 现在只有435亿多 我们都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接通了的有何小姐 何小姐 你好 是 你好 我买了619和1330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 我先问一下 619本身有没有多少钱 有个165买 买了很久 但它也不配 其他股升得这么漂亮 它为什么不配 好 另外一只1330 就是绿色动力环保 又在多少钱买入 4.8毫3 4.8毫3 好 先看看619 就是南华金融 现价做1毫6千8 看到今天升超过3%上来 不过 本身家庭观众 何小姐 就在1毫6千半这些位置买入了 看到它的表现 声势 都不是太过显著 想看看 应该接下来如何部署 这一只股份 当然 首先你说南华金融619 可能本身已经和大市的敏感度很低 第二就看回业务 虽然说可能做一些证券等等的业务 未来来说 互港通推了落实之后 一众的券商股 看到其中一组都炒了上来 但实际上 互港通对于券商股的帮助 有多大 其实上市 特别说一些比较小型的券商股 市场可能会更加担心 他们未来互港通推出之后 说一些大型的券商股 又不断出一些promotion 竞争等等 可能会令到这些公司 面对着问题会更加之大 所以你说走势输了 或者跟不到同业 可能没办法的 但你说从走势上面看回来 其实表现就不算太过差 从技术走势形态看回来 1号6先这些位置 有个不错的支持在这里 也都见到股价在这些位置 都没有跌穿这些位置 有个稳多的支持在这里 短期后市来说 如果能够突破了50天线 1号7先这些位置 后市的确是有条件 提高一线的 所以这些位置怎样去部署 我觉得可以考虑 将止蝕位置 设置1号6先这些位置 不跌穿1号6先 承担风险有限 继续持有限 问题真的不大 后市如果能够突破50天线 可以等到股价升到1号8先 半了这些位置才股出的场 好 继续都仍然可以持有 只要是做好止蝕价的部署 那就OK的了 接着另一只是1330的 绿色动力环保 见到现价做5.3号8 都升到3% 何小姐在4.8号3这些位置 拿着货 见到现在来说都有利润在手 而且都说 他们之前中标了散头的垃圾发电项目 当时股价都是升了上来 现在继续都可以升 是否前景来说都非常乐观 没错 这些前景就会看得好很多 始终在说 其实你说在香港上市做垃圾发电的公司 就真的不多 都是说光大国际 和这种绿色动力环保 现阶段是这两只为主 所以当你市场上看回 从股值那方面去看的时候 就见到绿色动力环保的股值 就好像相对比较便宜 所以近期说过 见到股价不断创上市新高 但是你看回来来说 内地方面 垃圾发电等等这些项目 发展的空间就会非常之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份 其实你继续中搜持有问题不大 最重要你不是这些高位里面买了 所以从整个技术走势看回 由于你本身手上已经有利润在手 我觉得其实可以 将指站位设定在10天线 5元这些水平 随着10天线不断上升 指站位亦都可以在后市慢慢地提升 只要不跌穿10天线 股价仍然有机会反复尋顶 后市目标价 暂时来说我会看回6元这些水平 后市可以看到6元这些位置 都不需要担心这只股份 相对来说看得比较乐观一点点 我们也听听 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蔡小姐 蔡小姐你好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 我想问第一上海227 是 有没有拿着货的 没有 现在要不能入货呢 好 那看看第一上海227 现在做1.63元 都涨跌近8% 其实这只股份 那接下来的股价走势 又可以升到多少呢 那看回这些券商股 其实真的以一个炒风为主 所以当然技术走势上的意义 就会相对比较大 而你看回第一上海的技术走势 就说近今天见到 真的有个初情突破的现象 后市是会有条件提高一线 短线的目标价 我自己都看到1.8号这些位置 所以这些位置买 望回1.8 潜在升幅有1成 那论直播率是吸引的 但是这些位置买 我觉得 你说始终见到 今天都升到 是今天全日的高位 升了这么多 短线来说 担心会有个调整压力在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 不妨等到股价 在1.6这些位置买 在1.6这些位置买 将指射价设定在1.5这些水平 只要不再跌穿 这条短期的下降柜 股价短线来说 是有条件提高一线 目标我会看回1.8这些水平 看见1.8这些水平 也谢谢Anna的分析 还有蔡小姐的电话 如果家庭观众 还有股票问题想问 我们一连两节的问答环节 都可以打电话来 2046566 又或者是电话给我们 askfbschannel.com 之后都跟Anna 去跟进大市方面的情况 见到跌幅都稍微收窄 现在跌3点下来 即23954点 其实今早上午的时段 都有曾经去24000点的流上 暂时来说 是不是24000点的阻力仍然很大呢 不明朗的因素之前说了 一些的 是苏格兰公投 或者是美联储加息方面 都已经是过去了 暂时来说 还等着什么消息 去刺激大市表现 那看回现阶段大市方面 外围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 利淡的消息在 甚至说现阶段市场 都觉得 联储局在未来 加息都是在2015年年中 或者第二季的开市那段时间 才有机会加息 所以这方面的因素 都不会困扰港股的表现 现阶段真是最关键的 都是说 其实市场都预料 内地真的要推出一些 大型的刺激经济措施 可能性是非常美 甚至说未来的期量 都是一些微调控措施 实际对经济的帮助 就真的不是太大 但是 你说与此同时见到近期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 表现比较差 这方面都令到大市出现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调整 恒指都由之前25000点的高位 跌了下来跌到这些水平调整的幅度 都差不多1000多点又多 但是这些位置够未 自己看回 其实都见到今天的跌势 有个初步创定的迹象在这里 我想最主要受惠 你见到今天的汇丰制造业PMI数据 那个初值就真的比市场的预期 都见到经济的表现 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差 随着这些微调的措施慢慢推出 内地的经济有没有机会反弹 是有条件太高一线的 所以短线来说 24000点我觉得是一些心理关口的位置 但是短线来说 只要不再跌穿23800点这些位置 我觉得恒指有机会在这些位置 找到一个存定的迹象 短期后期来说 跌了这么多 有机会出现一个技术反弹 而技术反弹的首个反弹目标 我自己会看回10天线 第下是24200点的水平 我们看完港股方面的情况 转回到内地 其实都 今早早都公布了 就是汇丰的9月中国PMI 就由上个月的50.2 升至到初值的50.5的位置 继续都是一个矿债的水平 看到数据公布了之后 国内的上证指数 都是有个升幅 升18点上来 现在都在做2308点 不过其实数据方面表现就好了 未来的大市方面 又应该会是怎样呢 因为之前还有一些消息就出来了 就说内地就已经是接受了 今年的经济增长 是可能没有7.5那么多 会不会都是一个很大的利胆因素 令到在2300点这些位置 阻力更加之大 之前说到港股调整方面 内地经济下坑 的确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你看到这段时间 其实上证综合指数 走势就相对地偏强 往往跌到2300点这些位置 是出现过一度跌穿过这些水平 但是短期来说 都很快卖法上回升回到水平流上 也都看到今天上证综合指数 都成功重变2300点 我想你看回现阶段 内地股市的股值 始终真是比较吸引的 短期来说 我又觉得未必有太差的表现 甚至你看到 虽然人民银行今天再加大正媒购的 操作规模 但是你看到 其实规模也是非常小 未来来说 随着一些微调的措施 好像之前那样 推出了5000亿元的SLF等等的措施 虽然实际上刺激经济的帮助不大 但是这些微调的措施 都有助稳定内地的经济 就算经济保持不到7.5%的增长 都仍然有7-7.4% 这些位置其实问题就真的不大 所以短线来说 我觉得只要这些经济数据 看到是真的的确有个好转的迹象 内地股市仍然有条件在胜 就是这样的 好 谢谢 我和我们分析了 这么多股份和大市方面的情况 这一节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和你做新报 刚才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有持有的 好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问答环节 稍后再谈